Hello 大家好 我是鞋底 这里呢就是伊拉克最南部的城市巴什拉了 那边是哪个新桥嘛 我住的这家酒店不错 顶楼呢是一个餐厅 现在是吃早餐的时间 因为我吃了饭 这个要退房 离开了 准备去其他城市 吃饭了 在外边走上 这餐厅还不错 早餐也挺丰盛的 这就是我的早餐了 要吃饱一点 因为也就是在这样的酒店能吃的比较像样了 房类比较多一点 如果说到了外边的话 就是天天烤肉烤肉烤肉 伊拉克人天天吃这种饼子 天天吃早中晚 我里边呢放了一点这个芝麻酱 有点硬 就天天吃烤肉我真的受不了 再坚持两三天 就应该回巴格达了 再混上一两顿好饭吃 我以前在摩洛哥被困的时候 摩洛哥是天天吃橄榄嘛 那时候我吃不惯这个就黑干了 到现在我发现这个真的挺不错的 而且我的伊拉克又发现一个神奇的东西 就这个 就是大蒜 生的 他们也是稍微腌一下 放了点这个紫色的什么东西 但是这个蛮好吃的 有点类似于我们中国人的那个糖蒜 味道非常香似 这个这个真的挺好吃 我每天吃好多 还是把我的这个饼子吃了 收拾好了 又背上我这厚重的行囊 继续出发 在这里生活了三天 还不错 这一房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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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dia 嗨 就是找上一个租租车 把我送到车站 或者是哪里能坐上那种线路车 跟来的时候一样的 肯定有那样的地方 大家在那里 那街坟 那街坟 巴克达 巴克达 现在的好多那样的地方 真的吗 肯定有 哎呦 这个城市 走 好了 找了一个正规的租租车 这还是正规的 OK Let's go OK OK 这个安全带技术 这个城市就是市政不息 垃圾都是垃圾啊 哇 这个垃圾 那样的 可能灯出土 传音 华为 廣告 这是主要的这个十字路口 主要 我真的挺佩服 Vivo OPPO 哪儿都有它们 诶 看到个小蜜 嗯 小蜜 诶 挡住了 哈哈 全城了 诶 诶 小蜜 还三家店的 看这个 连着小蜜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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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正宗的中东风格 垃圾车是个日本的二手车 这边也是出口过来大量的日本车 二手车 二手车 哦 就应该是这里 因为我来的时候 好像就在这儿下着车 嗯 这就算是大路上了 在这儿找车吧 哦 这是一个车站 这是Najif 对 Najif OK Najif 这有点大大量 这就是 Najif 1%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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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jif Najif 1%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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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普遍大家都是采用这种方式出行的 就是找这种私家车 然后拼一下 他们也都是搞好的这种特别大的这种 七座的那种SUV 其实现在都不说做七个人了 我看后面三个 中间三个 前面三个 一共九个人 然后这就是这边的出行方式 不过我估计大家也应该也没谁来这儿留 现在去大学坟大概四百四十多公里 我估计这应该要五个小时至六个小时 不要看这两边全都是沙漠 这里下全都是石油天然气 这里下买的都是美元 都是钱 车出问题了 也不知道修好没有 看一下是师傅了 打不着火 全程都是高速路 路都挺好的 双向六车道 就是 伊拉克南部这边 大部分地区了 都是这种 戈壁台沙漠 产石油 下车来休息休息活动活动 我们这个车 坏了 走不动道了 现在我们这司机师傅给他朋友打电话 过来救我们 伊拉克的话 境内的整体的路况都不错 都是双向真的是六车道 速度都蛮快的 最重要的是 他们这里 没有过路费 而且油价 一升啊 这个咱人民币就 一块 一块九毛钱 一块九毛七 没有过路费 所以说 大家伙 基本上都整这个大家伙 开起来贼大舒服 虽然说是二手的 可能就是因为这是个老二手车 所以说容易坏啊 现在就 把我们这撩在这了呀 他朋友终于来了 也是一个跑线路车的 看一下怎么弄的 这个闹了半天 我们是车没油了 借人家的油 哦 这样子拿嘴捉吗 这个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笑疯了呀 这个来救我们的车 自身都难跑 小心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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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他来救我们了 结果呢 自身都难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自己要换 换了台 这个人不是胡鲁瓦 救爷爷 我的妈爷 哈哈哈哈 千军一德 一教难求啊 我真的是 挺同情 当年这个萨达姆的 这个派出去800个坦克 400个没加油 你说这怎么搞 好线路车的他不加油 结果呢 来救援的轮胎爆了 果真是没有油啊 这个伊拉克油这么便宜 这个伊拉克油这么便宜 你也不加满 现在正在往进灌了 他这个千斤顶啊 还就是液压的呀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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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还蛮快的 我想也都要这个车这么重 要是搞个那个 口汤的那种 这是这个液压的 挺方便的 It's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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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哎呀 闹了半天就是没油了 真的是 萨达姆当年真的是不容易啊 轮着你们去打伊朗 不过这个玩笑归玩笑 伊拉克人确实还蛮不错的 就是说车没油了也好 轮胎爆了也好 没有哪个人就是着急的 感觉醒了 你看我们这师傅 送了他朋友点油 赶紧的过来 不是人家把轮胎给了 还好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搞好了搞好了 赶紧麻烦 拜拜 拜拜 可以上车了 哎哟 哎哟 以后可以车发了 哎呀 哎呀 有点意思 不如我去我爷爷 不够带呢 现在我们不得了 我们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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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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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是再不着的话真的是 搞了半天还是不行 我们这个车汽油棒坏了 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油棒修好 这也太难了吧这个 哎呀 终于走了 困在这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现在十二点半 没事没事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